第三 修捨幽伯儀 這個幽伯儀是在64卷 64卷186 這幽伯儀我們剛才講幽伯儀 科判 科文的154頁 科文154頁這邊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篇幅 表示他這裡比較複雜 他比較多的描述 描述什麼 一樣就是這幾個層次 第一個 善才童子他會依教去求 依著前面海床比丘的教導 他要去找這個修捨幽伯儀 接下來見到幽伯儀對不對 見 靜 自 問 看到他 看到他的時候 我們就會通常都會知道 這個人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他住在哪裡 他是什麼情況 然後接下來這個善才童子 就會問問題 那見這個地方見了好多的內容 所以這邊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很多的描述 先見到他的衣抱 衣抱就是環境 所以我們剛才講 他住在這個大園 大莊園裡面 他就先描述他的環境 有多麼優美 優雅 衣抱 然後再看到正抱就是這個修捨幽伯儀 美麗的不得了 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所以衣抱 正抱端顏 好 那見到了之後呢 善才童子就問問題 問問題 接下來呢 這修捨幽伯儀就正式的來介紹他的法 就在這邊 舉法 體用 窮陰淺深 賢國久敬 所以講陰跟國 然後最後呢就再給他推薦到下一位 所以他大概就是這個層次跟內容 所以我們來看耳食善才童子 他就聽了這個海床比丘的介紹之後呢 漸漸難行 到了海巢處 我們剛才說他要找這個修捨幽伯儀 跑到這個莊園 有沒有 見埔莊園園 埔莊園呢 重保圓牆 周渣圍繞 所以他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大圍牆 裡面種了非常漂亮的樹啊 花啊 所以有很多的莊嚴 然後他就在介紹 所以我們看這個六十四卷 在一百八十七頁這裡 你看他的介紹 然後這裡面有樹 一切寶樹 龐獵莊園 一切寶花 還有宇宙妙花 不散其地 然後再來呢 下面就講說 一切寶衣樹 與種種色衣 隨其所應 周渣腹部 所以他就在介紹他的這個環境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八八第二 第二行 他說其地清靜 無有高下 在講說他的這個環境很平坦 很平坦 不需要整地對不對 所以繼續再看 這裡面呢 蓋了很多的樓房 百萬殿堂 百萬殿堂都是重寶所成 還有寶萬樓閣就是通通都用金 百萬宮殿 這裡面太豪華了 所以我們看到一棟 兩棟 三棟 都不算什麼對不對 這是百萬的 它是一百萬 這百萬是指他的樹 還是指他的價值 都有 都有 好 那裡面還有很特別的 就有浴池 有浴池 有一萬座浴池 楊貴妃也是一座而已對不對 你看人家有一萬個浴池 而且裡面都是重寶合成 七寶藍筍 裡面有種種的 微妙的特殊的莊嚴 八公得水 裡面是八公得水 然後再下面呢 還有這個孔雀啊 還有這是什麼 很多的什麼水鳥 還有唱歌 所以他直接在洗澡的時候 還有音樂的 就是天然的音樂 我們說這個日本人很喜歡泡湯 他們常常都會跟 為什麼會喜歡泡湯 因為看到那個猴子也都會跑去泡湯 所以他們就跟著去學 結果日本的這個平均壽命都很高 他們說是因為常常去泡湯 其中附有百萬匹池 黑沾潭泥 這底下還有一種泡漿 現在有一種什麼泡湯說什麼泡漿玉 是不是 所以泡漿玉不知道對什麼好 對什麼都很好 那這裡面就有 你看他們的泥 還是沾潭泥 不得了了 所以看到就覺得好厲害的地方 這裡面就是在描述他的莊嚴 是太莊嚴了 這麼豪華的地方到底誰住 是不是 宮殿裡面還有無數的寶蓮花座 他在介紹他的蓮花座 有蓮花座還有種種的這個 這個人家不是說蚊帳 這個不叫蚊帳 他其實那個是一種莊嚴 這是莊嚴的 裡面的莊皇 好 再來還有寶網 還有寶網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放光 他的光不是有鐘電燈 他的光是因為裡面太多寶珠 自然放光 燕靈珠自然放光 所以再來就有莊嚴劇 有很多美麗的物品 然後接下來再看下去 我們叫目不暇己 就忘記要來參訪修捨幽伯儀對不對 來參觀人家的房子參觀到 忘記跟主人講話 這時候終於找到修捨幽伯儀 他坐在他的寶座上 這個人長得很美 但是很美 還沒看到美 先看到他長得很漂亮 他有外相上有很多的莊嚴 所以身上有很多的寶珠 然後他的頭髮是幹青 幹青色 所以他是你看很以前 就人家很流行這個顏色 有沒有 現在還要去染色 那他身上穿得很豪華 很莊嚴 再來他身邊隨從很多 都是天人級的 天王級的 這是修捨幽伯儀 接下來有人看到幽伯儀 只要看過他的非常神奇 是專門治病的 一切病苦 惜得除滅 禮煩惱垢 拔珠見次 催障愛山 是不是 有的人你一看到他就要生病了 哎呦 有的人一看到他就怎樣 你看 所有的煩惱都沒了 什麼人 昨天有一個居士他打電話來 他要來申請滑煙金 我接嘛 然後就說 請問您是哪位這樣 他就說 我是眾生 我說 我知道你是眾生 他說 因為我突然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只好說我是眾生 嚇一跳 也不用承認得那麼快 我說 你是居士還是法師 我是居士 我說 好 因為他不敢說他自己是居士 他覺得居士太偉大了 所以他只好說他是眾生這樣 然後後來呢 他就要申請 他說 要找誰 我就說 那就找某某法師 他說 那某某法師是你嗎 我說 不是 我是某某法師的師父 他說 那你是佛 我說 我不是喔 我不是喔 唉唷 所以你如果看到佛 你的煩惱都沒了 你看到我呢 可能還會有煩惱喔 但是有的人呢 你看到就煩惱更重對不對 這個修士優婆儀啊 很特別 人家看到他 就都很歡喜 人間歡喜 所有的煩惱通通都滅除了 而且很神奇 他的增長所有的善根 掌養諸根入一切的智慧門 所以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呢 其心廣大聚諸神通 生無障礙至一切處 他說 因為喔 這個人的心量 心境會影響看的人 會感染 會感染喔 所以呢 這個優婆儀啊 他就開始就看到了這個善才童子來了 善才童子呢就看到有這種修士優婆儀的這種殊聖 他就來請法 請法他說 那修士優就告訴他說 其實我只有得到一個法門 叫做菩薩解脫門 這個菩薩解脫門呢 很有趣 怎麼修 他說 只要看到我 聽到我 心裡面在想我 看著我 聽著我 是不是有一首歌 看看我 有沒有 是不是 看你幹什麼 是不是 他說 你看著我 聽著我 思念著我 還有跟我住在一起 然後來服侍我 攻擊我的 這西部堂圈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服務法門對不對 為什麼 什麼叫西部堂圈 就是所有的你的努力啊 你的付出 都不會浪費 攻不堂圈喔 堂圈就是不會白白的付出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我就是有這種功德 誰看到我就得度 誰聽說我就得度 誰跟我住在一起就得度 誰來服侍我 他就會得度 他說善男子 若有眾生不種善根 他說有的人呢 他真的呢 他都沒有修過善法 也沒有好的善知識 這一種人喔 連見我都見不到 所以意思就是什麼 能夠來見到我的都怎樣 具備有善根福德因緣 所以老實說 是因為他給我們看的人解脫嗎 其實不是 是我們本來就具備有善根福德因緣 所以修捨又活儀的這個因緣呢 他只是你的善根成熟的一個代表 善根成熟的是誰 是那個善才童子 是不是 你今天有這個因緣 會見到善才童子 那就具備有解脫的因緣 是不是 那有因緣會見到修捨又活儀 那你有具備有什麼 具備有福報現前的因緣 所以世人終不得見於我嘛 是不是 他說見到我的 皆於阿鳥多羅三秒三不提 或不退轉 我們上禮拜有一個居士啊 他說師父 我為什麼不要早一點遇到你呢 我說為什麼要早一點遇到我 我聽起來怪怪的 他說如果我早一點遇到你 我就不用 對我的先生服忍 信忍 順忍 直接就無聲法忍了 你為什麼要服忍 信忍 順忍呢 他說因為我 對我的先生真是忍無可忍 如果早一點遇到你 我就會修行 就不需要在那邊服忍 順忍 信忍嘛 那你看我們說 其實你早一點遇到佛法 你就少受一些苦嘛 可是問題是 在那個不想解脫的時候呢 你就是不會碰到佛法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受苦 受受受受到累積一段時間喔 很多人都是受苦啊 他不一定要尋求解脫 他就苦一輩子 那為什麼你會遇到佛法 讓你從苦出離呢 因為你也有具備有某一部分的善跟福德 那個善跟福德他會成熟嘛 成熟的時候你就會遇到解決的方法 所以福報現前 業障消除 那業障消除就代表你福報現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就是常常會說 怎麼會都在什麼時機都沒有碰到對的人 是不是 那你要碰到對的人 你必須要有一個什麼 前方辯 所以修舍優國儀就講 你的具備的有什麼 有殊勝的善跟福德姻緣 你自然就會遇到我 那遇到我 見到我 聽到我 服侍我 跟我住在一起 你就解脫 所以那個解脫其實並不是 這個修舍優國儀帶給大眾的 而是這一些大眾呢 本身就具備有這種善跟福德姻緣 藉由這個機會顯發出來 所以呢 不是誰渡誰 是我們自己的自信功德 所以世人中不得見於我嘛 是不是 那既然這樣子 那見你幹嘛 還是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是要藉由一個相 來證明自己是不是真的具備有這種音樂 他才會引發出來 所以其有眾生得見魔者皆發菩提心 或不退轉 所以這是修舍優國儀他在講 他說善男子 我這裡不是普通的地方啊 因為我看起來是一個員林啊 其實他是一個道場 是不是 弄得那麼莊嚴都不是我自己在用 為什麼 然後你看一個人能夠住幾間房 是不是 天地與我為帳啊 大地與我為床 是不是 事實上呢 你是一握八尺而已嘛 你在怎麼睡 他說我有豪宅二十棟 二十棟你一個晚上可以睡幾棟 我每一棟都要去睡 那就累死了 是不是 所以你在怎麼睡也就是那一棟 你這個房子呢 有八間房間 你要睡幾間 還不是就睡那一間 而且可能因為你有二十棟房子 你還會失眠 對不對 最近房地產不太好 有一個在給他去失眠啊 免睡啊 有那麼多房子 也不見得睡得好 沒有房子 到處都可以睡 是不是 所以我們那個龍山市的很多遊覽漢啊 那個政府很好心 蓋了很多豪宅啊 不是豪宅啦 國民住宅 住一段時間就不習慣 又跑回去睡他的公園 是不是 我這個換棉被蓋睡不著 要蓋報紙才睡得著 是不是 就是比較自在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欸這個每一個人 他覺得他舒適的環境不一樣 那修捨又婆姨 他的這個環境 他不是拿來自我享受的 他說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佛會來 東方有佛來為我說法 你看跟我住在一起多好 佛來說法 你就一起聽 是不是 那如果你自己住 佛才不會去你家 是不是 佛會來我家 所以你跟我住有好處 是不是 所以他說這個就是我的功德嘛 善男子 我常不離見佛文法 與諸菩薩而共同住 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東方佛 西方佛 南方佛 北方佛 很多佛都會來我們這裡開示 所以你只要來住在這邊 你這個什麼佛你都可以看見 所以我常不離見佛文法 所以我就是一個非常殊勝的一個代表 善男子 我此大眾有八萬四千億 有他皆在此園 跟我一起修行 而且都正道 不退轉位 所以他是對應 不退位 有沒有 不退住 其餘眾生在這裡的 也都正道 不退轉位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修行方法 好 善財童子就問啊 聖者 你這樣發菩提心 發心多久了 是唯久敬也 這一句就是在講說 你發心多久了 是剛剛發心呢 還是發心很久呢 他說我的善男子 我已經回憶 我什麼時候修行呢 在燃燈佛那時候 有沒有 釋迦牟尼佛也是在燃燈佛那時候 被燃燈佛授記 所以他們是同學喔 一起有見過這個燃燈佛嘛 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修行犯恨 恭敬供養 文法授持 然後呢 在往前 往前 在離構佛的時候 出家 授持正法 然後再往前 在妙床佛 再往前 在彼盧珍那佛 再往前 在哪個佛 在哪個佛 一直往前堆 原來他發心多久了 發心 無量無邊 他的時間呢 無法計算 他每一尊佛呢 他都有什麼 有大因緣 他說我意過去 於無量劫 無量身中 如是次第三十六橫河 我們會發現 梅尊佛要成佛的時候 他都在過去的無數佛當中呢 都有這幾個動作 叫做 第一個 成世諸佛 再來 恭敬供養 再來 文法修行 是不是 所以這是 修行學佛呢 基本上 我們要怎麼成就 第一個 恭敬三保 是不是 供養 護持 然後再來 文法 受持 再來 修行 扮恨 所以 修行就是 溫思修 然後呢 禮敬諸佛 所以這樣子的修行 他說 與此以往佛制所知 非我能測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修多久 只有佛知道 所以他的程度已經到佛的那個程度了 是非常殊勝 他說 善男子 菩薩出發心 不可思議 是充滿一切法界 菩薩的大悲門無有量 菩薩的大怨門無有量 菩薩的大慈門無有量 他為什麼會有這些菩薩行 因為他就 菩薩行的最根本的一個要素 叫做發菩提心 用發菩提心 後面呢 自然就有這些菩薩要修行的所有的法門 所以我們就是 凡事要怎樣 就是以發菩提心為最優先 發了菩提心之後呢 他說 現在接下來就會有無有量的修行 三魅力 總持力 智光力 各式各樣的這種菩薩該修的功課 他就自然就會出現 所以他以發菩提心為前導 然後引發的這一些所有 後面菩薩行要修的一切功德 上台中的說 哎呀 那你這樣發菩 請問你多久會正到佛 會成佛 因為發菩是開始嘛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說 眾生無邊試願度都會跟著念啊 而念完了 佛道無上試願成 我們也很想 可是什麼時候會正到 好像遙遙無期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就回答 他說 善男子 這不重要 是不是 這不重要 因為有些人一聽 要多久才能夠上完華煙經 我們就要怎樣 我們要說上到成佛為止 對不對 那成到佛為止 一聽 那成佛要多久 這個不重要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就會希望有一個時間 那問題是你這個時間呢 如果超過你的預算 你會放棄啊 那如果呢 太短 又沒有辦法真正的修到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是在問啊 成佛有沒有騎乘 成佛如果有騎乘 你的這個心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成佛是沒有騎乘的 那可能你的心呢 沒有辦法達到 中途會退轉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呢 教導我們一個成佛的這種心境 要怎麼樣擴大到無量 他說說 菩薩呢 在度化這一些眾生的時候 他不是有目的的 我們有些時候會怎樣 發菩提心 好 接下來我要成佛 那成佛怎麼成 佛陀說 要廣渡一切眾生 是不是 好 假設我是地藏王菩薩 我要渡地獄的眾生 地獄不空 士不成佛 那如果我們是用這種 要空地獄 而我才能成佛的這種心 那就會怎樣 一邊渡地獄的眾生 渡完了這個地獄說 啊 太好了 我快成佛了 渡完那邊地獄就說 我快成佛了 然後又一直有人跑進來地獄 你就會很生氣 是不是 我好不容易清空的又來了 怎麼一直來 這樣我怎麼成佛 那這樣子很難做菩薩 你也起笑對不對 那到最後就受不了 我都不能成佛 都你們害得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有量啊 你認為有一個時間限制啊 我們在工作就是這樣 哎呀師傅 我這個工作要做幾個小時 那要看你啊 是不是 我做了八個小時 我告訴你八個小時 結果你在工作做不完 你八個小時就要下班 那就是一般上班族的心態嘛 那事情做完 我已經超時工作 其實這個超時呢 這個時是你自己定的 事情做完其實沒有時間的問題 就是事情做完最重要的 修行是這樣 他不是看你的時間 是看你什麼心態 那當我們有度眾生的這種心態 你就不會問我度完這個眾生會不會成佛 你不會用利益交換的方式 這時候你就會 你對眾生就會有一種平等心 要不然你就要度誰 就是要算成本效益嘛 我要度會捐錢給我的眾生 我要度那個很聰明的 度起來很有成就感 是不是 我講一句他後面就知道了 然後他就開悟了 算我耶 對吧 其實是他很聰明 很有智慧 他本來就開悟啊 然後結果呢 我們隨便講哪一句他都會開悟 我們還以為是我們讓人家開悟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他就在講 你行菩薩道發佛提心 你就不要問 就不要問什麼 我不是為了教化調伏一個眾生而發佛提心 也不是為了教化調伏一百個眾生而發佛提心 也不是為了教化調伏不可說不可說的眾生發佛提心 那我不是為了任何一件人事物而發佛提心 我不是為了任何一個條件而發佛提心 我就是發佛提心 你如果為了某一種時間 某一種因緣 某一種條件 某一個對象而發佛提心 那這是生滅的嘛 所以他說 不為了這些種種的 這些某種目的 也不為了佛叫我發佛提心 我發佛提心都不是 所以他在這邊講說 不為了這些任何一個條件 而發佛提心才是真正的發佛提心 所以你問我 什麼時候成佛要怎麼回答 要怎麼回答 他說發佛提心 就當下是成佛的基本要素 但是你說什麼時候會成佛呢 他說 啊 這個全部的眾生 為欲教化調伏一切眾生 稀無餘故 發佛提心 這些呢 都是我發佛提心的重要的因緣 而不是我發了佛提心之後 最後會成佛 這不是我的目的 那當你有這種心態的時候呢 你就已經在成佛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總結 他不是講那個時間 他是在講 當你具備有這種心態 你在當下就是佛 就已經成佛 所以你說時間要怎麼算 時間要怎麼算 所以取要言之 簡單來說 菩薩以儒式等方便行故 發佛提心 那以這樣子的因緣呢 你就可以成就一切眾生 然後最後他就講 有這樣子的心境 我就能夠怎樣 拔一切眾生的煩惱 然後我的願就會圓滿 願圓滿就是我的目標就已經達到了 所以你說 這個時間 空間 在佛的世界 他沒有時間 沒有空間 所以有人說 哎呀師父啊 你們有沒有那個退休制度 對不對 那一般寺廟呢 會有一個退休制度嘛 因為是學現在的人 做幾年啊 就要退休 但是修行是沒有退休 那我們說 這個修行人喔 都是越老越殊勝對不對 和老和尚都很有價值 然後這個老師父 不管他修得怎麼樣喔 所以各位喔 你要出家喔 要越老越 越要出家 很多人說 師父我們已經太老了 沒有用了 我們這個出家的師父裡面喔 老和尚最有用對不對 老和尚做什麼 老和尚只要坐在那邊 啊很好啊 他們就很開心 頂禮完了之後呢 就會怎樣 對老人家呢 居室來供養喔 會引起一種敬老尊賢的一種心 所以呢 你是很老很老很老喔 你還想要出家 也都很有用喔 不要小看喔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你只要負責坐在那邊 接受大家頂禮你 就拿紅包 然後就哎很好 很乖 發菩提心 這是真的 因為師父很年輕出家 大家看到師父喔 有恭敬心 可是都拜不下去 因為我都年紀比你大 我拜你 很難喔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這個老人家還是有他的意義 的確也是 是不是 那老人家拜師父呢 雖然他是很恭敬 可是一般世俗人看到說 哎唷 啊那年輕人叫人拜了呢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的確大家就不要小看了 這個出家師父喔 獻那個像很莊嚴 那這個莊嚴像呢 只要有機會啦 獻這個像 大家看了有一種恭敬心 所有的煩惱都會怎樣 都會暫時放下 那暫時放下的這個因緣當中呢 我們就在成就眾生的菩提心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樣子的心境呢 他就是這個發菩提心 在圓滿菩薩恨 可是我們常常都會說 哎呀 時間時間時間 或者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什麼地點 或者是遇到什麼人 你才能發菩提心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自己自我設限 所以這邊呢 這優柏儀啊 他說 這其實這個解脫啊 沒有那麼複雜 他說這個解脫呢 就是離開一切的煩惱 叫做離幽安隱床 離幽安隱床解脫門 他說我只知道這個解脫門 就是發菩提心的這個解脫門 又用非常非常多的殊勝的功德 那我就講到這裡了 下面呢 你去找一個仙人 這個仙人叫皮木取殺 你看開始介紹他仙人 那這仙人有他的特殊的修行方法 那你找他呢 你去問 所以這個優柏優柏儀啊 他就圓滿了他的一個開示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段呢 整個在這個開示裡面呢 他就只有講一件事情 第一個先讓他看到很莊嚴 這個人也很殊勝 他說呢 能夠看到我的人 在我的身上 他就具備有發菩提心的功德 那我的修行呢 就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發菩提心 不為任何的姻緣而發菩提心 然後當這個發菩提心的心態正確了 自然就正到阿娘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修行方法 那修行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你讀了多少經呢 都還是要發菩提心 所以當你發菩提心 你的生命自然就會有因緣在成長 在學習 所以這《華顏經》呢 他在講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那各位 我們就可以依據《華顏經》的因緣呢 一步一步一步 這樣進入華顏異海